星期六中午限期一到 警方立刻行動 清走立法會外的雜物 他們兵分三路 分別由立法會道 下角道和天美道道場 部分警員先清走木板和卡板等等物品 除了木板之外 警員又檢走多件物品 包括餐刀 鑊片 鑊片 以及一些鋁條和鐵枝等等 之後又逐一檢查各各帳篷 清走一批玻璃瓶、鋁條和石塊 小心點 又找到刀具、煮食爐和氣體瓶等等物品 有占領人士投訴 警方連醫療箱都清走 急行動物品 例如水、洗衣服水 都會收 不應該收這些 如果萬一 就算我們可以用 收債 警務署署長盧偉聰說 這次行動 是要為未來一個星期的 政改大型集會做準備 又強調並不是清場 我們今天下午這個不是清場行動 我們只是把螢幕附近一些 有危險的物品 移離而已 不會叫那些帳幕搬走 或者叫那些人移走 我們也要呼籲市民 當移走了這些危險品之後 就不要再拿回去 因為未來幾天 的確是有些大型群眾活動 而且有少部份的比較激進的人士 已經表明是會用一些比較暴力 激烈的行為去表達他們的意見 整個行動用了大約一個小時就完成 其家務遇上激烈反抗 警方說被檢走的物品 會當作是十獲材物地處理 物主可以去中區警署認領 ONTV 金網電視新聞台報導